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小民之心新闻点评 今天是12月25号 小民之心网站开始试运行了 欢迎大家前来浏览 这些天,疫情正在全国范围内急剧扩散 范围之广,速度之快,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很多人在发烧,医院人满为患 药店里没有药,殡仪馆超负荷运转 人们能够感受到周边的情况 也能从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看到其他地方的一些情况 但是,全面而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 人们并不知道 人们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城市到底有多少人被感染 到底有多少人死亡 更不知道全国有多少人被感染 多少人死亡 如果只看所谓权威机构的报告 每天的感染人数只有几千人 十多天下来只有几个人死亡 中国的疫情似乎并不存在 前天,网上楼传了一个内部报告 一份国家卫健委的会计纪要显示 20号的这一天,全国新增感染人数 接近3700万人 12月1号到12月20号 累计感染 占总人口的17.56% 单日新增3700万人 这个数字是当局正式发布数字的一万倍 按照这样的速度 三天时间就会有超过一亿人被传染 单日新增3700万人 这个数字震惊了国际社会 外界虽然无法证实这份纪要的真实性 但是这个数字肯定比他们正式公布的信息 更加符合人们的感觉 更符合人们对现实的认知 事到如今 没有人敢以否定 仅仅半个月的时间 北京市绝大多数人都已经被传染这个事实 这就意味着 单单北京市每天感染的人数就在百万左右 在全国已经彻底放开的情况下 考虑到整个华北 整个北方 整个国家的情况 已经是多中心发散 遍地开花 每天的感染人数 无论如何都应在几千万的规模 有人怀疑 真是否认这个报告的真实性 宣称当局已经不再进行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了 因而不可能再获得这样全面的统计数字 这种说法 似乎只是为了否定而否定 然而 前一天 一则来自官方媒体的报道 否定了这种为了否定而否定的说法 半岛都市报报道 青岛市卫健委通报 青岛正处于高峰来临前的快速传播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通报提到 按监测数据推测 当地目前每天新增感染人数 介于49万到53万人 以后两天会在这个基础上 以10%的速度增加 青岛市可能是第一个公开承认 有内部的监测数据 而且承认感染规模巨大 对于青岛市的这个通报 胡锡进表示 这是全国各地首个大城市 将日感染量估算到50万级的规模 突破了以往的计算模式 是一次实事求是的勇敢实践 只是 胡锡进可能夸赞的早了一点 青岛市的这个通报 很快便被删改了 关键的部分已经不见了 显然青岛市的做法 当时并没有得到最高当局的认同 此外 东莞市卫生健康局 也在当天发布了一则消息 新冠感染高峰日益逼近 根据数据模型预测 结合专家评估判断 眼下东莞感染者正以每天25万 到30万人的规模增长 且增速越来越快 众多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 承受着史无前例的严峻挑战 和巨大压力 请多理解一线医护人员 再者 多个省市的地方当局近日也发出了 疫情即将达到高峰的警示信息 其中 海南省疫情防控负责人 对媒体表示 当前海南省疫情 处于快速爬坡阶段 预计可能很快迎来高峰期 这位负责人还提到 经数据模型预测 海南省新冠感染人数将成指数增长 从过去几天的情况看 青岛市和东莞市的做法 可能还是特例 其他地方只是谈到 大约什么时间达到感染高峰 至于感染规模有多大 则避而不谈 不过 不管是公开披露可能的感染规模 还是只说说感染高峰 何时到达都说明了一点 当局内部有一套检测疫情的方法和手段 当局掌握着疫情相关的数字 只是这些数字不会告诉普通百姓 这个情况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中共统治集团一向如此 对于当局来说 对一些重要数据的掌控 比如重症人数 死亡人数 那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只销一个指示 这些机构就会立刻的报告相关数据 显然 国家卫健美公布的数字缺乏可信度 并不是因为他们得不到真实的数字 而是他们不想公布真实的数字 青岛和东莞 这两个城市的人口都在一千万上下 青岛市的日增感染人数 49万到53万人 东莞市的日增感染人数 25万到30万人 这些数字可能存在一些偏差 但是这个偏差 完全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他足以指导百姓的生活和选择 青岛市和东莞市公布的日增感染人数 完全可以证明 全国日增感染人数 3700万的真实性 完全可以证明 网上流传的国家卫健委的会议纪要的真实性 专注于医疗健康产业的智库型媒体 八点见闻 在22号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目是北京迎战第一波冲击的两周 发热 急诊呈压 重症高峰将至 文章写道 新防控政策导致短期内难以准确统计感染数据和死亡数据 但有疾控医院的一线人士判断 此轮感染高峰或许已经过去 文章还说 北京感染高峰只是前奏 重症高峰才是下一步真正的考验 关于重症高峰的问题 几天前 北京大学医院的专家 王广发就已经表示 未来一到两周将会迎来重症高峰 这篇文章披露 一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人士表示 或许早在11月初 北京疫情就已经面临失控的局面 放开风控 则进一步助长了感染的速度和规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这篇文章说 按照国际经验 超大城市从正面受息到度过感染高峰 往往需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而此次北京半个月过峰 是无经验可参的全新情形 可恨的是 就是这样一篇文章 竟然也被全网删除了 其实不仅北京是半月过峰 其他城市的情况也基本如此 都是在极短的时间 就达到了感染的高峰 综合各方面的信息来看 不过到20天的时间 疫情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 北方的几个中心城市 大部分居民 甚至是绝大部分居民都已经被感染了 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很严重 眼下 全国的感染人数估计已经超过4亿 甚至更多 毫无疑问 中国的这一波疫情的传染速度和规模 创下了人类历史上的最高记录 完全超出了很多专家学者的想象 他带来的恶果也必然要超出那些专家学者的想象 今天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刊登了一篇报道 谈到了中国的疫情 这个报道提到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表示 目前中央已把防疫政策的决定权交给了地方 这位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的话 和我们目前观察到的现实非常吻合 习近平明显已经放弃了对防疫的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整个国家在防疫决策和指挥上 似乎已经不存在权威了 甚至最高层已经没有人在负责防疫了 国家卫健委连续发布那种没有一个人会相信的数字 就是在证明他们已经彻底失去了他们的依靠 至于中央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把防疫政策的决定权交给了地方 这还值得怀疑 很有可能面对疫情彻底失控 习近平当局张簧失措 不知所以只好放弃指挥临阵脱逃 任由地方当局自行歧视 不仅中央束手无策放弃了指挥 省市当局也在回避责任 置身事外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青岛市和东莞市发布了他们对疫情的精确预测数据 而这个精确的预测数据 却暴露了整个国家的疫情真相 让最高当局十分难堪 尽管当局对疫情的严重程度一直避而不谈 但是医院殡议馆流出的景象 无不令人触目惊心 中国正在爆发的严重疫情 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而中国疫情数据的不透明 以及中共当局对疫情真相的隐瞒 更是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的担心 正如三年前 武汉爆发疫情时的情况那样 始于中国知识 不一定会止于中国 前几天 英国健康数据公司发布了一项声明 他们估计 中国目前每天可能有5000多人 死于病毒感染 这家总部是在英国的公司宣称 使用在中国各省区数据基础上建立的模型 得出的数字表明 目前中国每天的新增感染人数 在百万以上 此外 这家健康数据公司还表示 按照他们的估算 本轮感染潮将在明年1月中达到第一个高峰 日新增感染者可达到370万 第二个高峰将出现在明年3月 每天新增感染者可能上升到420万人 早在11月28号 这家公司就发出过预警 中国如果突然放宽 严格的心灵政策 可能会导致1亿6700万人 到2亿7900万人感染 130万到210万人死亡 其中大部分是未接种疫苗的老年人 英国健康数据公司的这项声明 得到了多家重量级国际媒体的报道 只是他们的研究太过保守了 已经远远不能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了 就在英国健康数据公司发布声明的第二天 网上便流传出了国家卫健委的会议纪要 其中就提到 20号当天 中国的感染人数约为3700万人 这个数字恰好是英国健康数据公司 预测的第一个高峰数字的10倍 而且时间还提前了半个多月 中国的这一波疫情的严重程度 明显超出了这些专业机构的想象 作为一个重量级的专业机构 他们显然对中国的国情缺乏了解 或者说他们被中共当局制造的假象欺骗 这家英国专业机构的估计 目前中国每日新增感染人数在百万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 每天可能有5000多人死于病毒感染 可实际上 中国目前每天的感染人数超过了3000万 是100万的30多倍 那么每天的死亡人数至少也应该是5000的30多倍 也就是说 每天的死亡人数不会少于15万 是平时的5倍以上 考虑到中国这一波疫情传染的创纪录的速度和规模 以及中共当局缺乏最起码的准备 考虑到在严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 大批病人得不到应有的救治 中国每天的死亡人数肯定会大大高于一般情况 可能要远远超过15万人 事实上 这些天不但有北京等地的医院殡仪馆 大量尸体随处安放的影像流出 根据一些国际媒体的报道 从12月10号前后 北京市所有的殡仪馆都已经开始24小时连续运转 就是这样 多家殡仪馆的预约还都排到了一个月以后 根据网上的消息 若是提前火化需要支付6万元人民币 现在各医院的太平间 各家殡仪馆存放遗体的设施都已经饱和了 原本存放一具遗体的兵柜 现在可能要放之两具 更令人震惊的是 可能多具遗体要一起火化 这也就意味着 目前殡仪馆实际火化的数量 早已经超过了设计的极限数字 四天前 著名学者梅玉心在微博上发文谈到了 胡安刚的岳父感染病毒去世 他的博文写道 老先生是获得共和国勋章的老党员 最后只能放在医院太平间的地上 等待火化 家属为之心碎 北京八宝山 每天200到300具尸体等待火化 今天排不上队了 没有殡葬车 子女被告知 只能用四驾车将老父遗体送往八宝山 不能举办告别仪式 子女给老父体面葬礼的心愿 只能落空 目前唯一的愿望 是老父亲能够单独火化 胡安刚是身受当局器重的著名谋士 胡安刚的妻子也非等闲之辈 他们的唯一的期望 竟然是老人能够单独火化 那普通的百姓又能如何呢 显然 为了加速遗体的火化 北京的殡仪馆已经是不管不顾了 由此可以想象 北京市四驭跌波疫情的人数 该是多么的巨大 不仅北京市的情况如此严重 北方的多个城市 长江一安的一些城市 甚至南方的一些城市 也都有类似的消息传出 虽然外界无法获得准确的死亡数据 但是可以肯定 死亡人数已经大大超出了正常情况 大大超出了各地殡仪馆容纳的极限 顺便说一下 当局仓促放开 出现了严重恶果之后 有人指责参与白纸革命的勇士 要为目前中国的灾难来负责 这些人明显是在邪口喷人 是代替独裁者账目 事实上 11月初 北京的疫情就已经面临失控的局面 而当局故意隐瞒疫情 欺骗世人 才造成了今天这种极为严重的恶果 当局隐瞒疫情和白纸革命有关系吗 疫情爆发之后 百姓买不到药 这和白纸革命有关系吗 中国的疫苗无效 这和白纸革命有关系吗 而这些问题 恰恰是这场灾难的重要原因 这场灾难 完完全全是习近平当局制造的人祸 值得注意的是 面对疫情的急剧扩散 习近平当局采取了放任不管的做法 有学者认为 中共最新的疫情管控的目标是 应染尽染 应死尽死 尽早达封 尽早复产复长 显而易见 不管是封控还是放开 习近平当局 一直在拿14亿百姓的性命做赌注 送赞中国速度再创造奇迹 新冠感染率创全球第一 并在国内的媒体上广泛传播 无疑是当局赌博思想的产物 今天国家卫健委 这个主管全国公共卫生的权威机构正式宣布 将不再发布每日疫情的信息了 至此持续了近三年的中国疫情通报狼狈结束 实际上 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早就失去了公信力 已经成为了世人的笑柄 国家卫健委不能提供准确的疫情信息 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即便是染疫的人数无法统计 那死亡的人数难道也无法统计吗 显然是最高当局不希望公布相关的数字 国家卫健委不再公布疫情的实际信息 实际上反映出最高当局对这场灾难 完全听之认知的态度 同样在今天 浙江省有关当局宣布 目前浙江单日新增报告 阳性人员数已突破了100万例 根据近期病例监测和社区抽样调查结果 对感染情况进行预测 预计浙江省的高峰将提前到达 在元旦前后进入高位平台期 期间每天新增阳性人员 最高将达到200万人 高峰期预计维持一周左右 浙江当局首次公开疫情的真实规模 公布当天真实的感染人数 这个情况很值得注意 这或许是在告诉外界 最高当局已经把防疫的责任 完全推给了地方 我们不幸看到了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个奇迹 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里 便有四亿人被传染 病毒在中国完全是所向披靡 畅通无阻 中国人对这个病毒没有任何的抵抗力和免疫力 病毒的肆虐彻底暴露出 中国的疫苗确实无效 病毒的肆虐彻底暴露出 中共政权确实无能 确实邪恶 中国将不幸成为 这场人类浩劫中 生命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 数百万中国人将成为 习近平当局赌博的代价 谁能想到在成平时代 竟然会有这样多的百姓 在这场无望之灾中死去 六十多年前 数千万中国百姓被活活饿死 对此今天的很多人难以想象 难以理解 六十多年后的今天 中国再次发生数百万人无辜死亡的灾难 不知道后人将会如何看待 眼下的这段历史 他们是否能够想象得出 今天的中国人是怎样活着的 他们是否能够想象得出 今天的中国人 就是这样死去 本期内容的文字稿 将会上传到小明之心网站 请朋友们前来浏览 最后 请喜欢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 订阅点赞留言转发 小明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